位於馬家鄉的老旗家石板屋 是屬於排灣族的特有工藝文化 雖然經過大大小小的天災地變之後 至今在老旗家部落 仍保留著50棟族人引以為傲的石板屋 我們是用部落特展的方式來呈現 部落的智慧跟生活技術的一個環境的介紹 那我們的特展時間是從9月10號到11月 那我們這個特展最主要的就是說 因為老旗家有完整的石板屋 那我們知道文建會在98年把屏家 把屏東的石板屋認為世界遺產潛力點 那目前老旗家庫就是最完整最漂亮的石板屋 都還存在著 而且還有人記住在裡面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用老旗家部落 代表所有的石板屋群 來呈現台灣族的智慧 還有他技術的生活環境 跟整個技術跟工法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特展 我們也希望明年後年 不斷的將部落呈現在文化園區的所有的民眾 所有的全國的同胞來看 來呈現台灣原住民最本土最完整的文化特色 因為部落特展看完之後 我們一般都還會再努力的希望 將整個資料都做一個完整的文字化處理 因為台灣的原住民都是靠口傳來流傳他的文化歷史 我們希望部落特展之後 我們會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 將整個部落的文史資料做一個整理 我們也希望在半年後 以及明年的春季 能夠整理出一個部落的文化史 來做一個敘述 然後將這樣的資料能夠傳揚下去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台灣原住民文化 特別在9月10號到11月13號 在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展出 排灣族老七家石板屋聚落特展 將部落傳統建築工法、建材 以及歷史影像等等的資料展示 讓傳統排灣族祖先的智慧呈現給大家 開幕儀式中族人更用舊食用語聯絡 以及驅趕他族入侵 由船至今已演變為歡迎貴賓的電食竹炮 來祝福每一位到場參與的朋友 在會後部落頭目更帶領著大家 參觀老七家石板聚落特展 一一的為大家做解釋 今天出場高興來到文化園區 把我們老七家石板屋展現在國人的面前 我們這次是用部落的空間幫助 來展現我們老七家石板屋 我們裡面有影像口述勤勞 還有包含著我們一些文化老造片 來告訴所有的同胞 然後我們有關老七家的一些事 今天我們祖先非常高興 有這樣的機會來到文化園區 去省文化園區做這樣的機會 把我們老七家石板屋展現給大家 目前我們部落也是在做一些傳承的工作 也希望未來能夠從教育著手 把我們的文化好繼續流傳下來 我們也即將成立我們的新年會 希望這次我們部落協會 然後未來學要做的工作非常多 也包含長城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任務 這些特有的原民文化 除了在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 不定時的展出之外 更希望未來屬於台灣這塊土地 最珍貴的原住民歷史文化 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智慧 能夠受到各界的關注 記者郭俊廷屏東採訪報導